黄晓明首次承认,最爱的他,酷追他四年,他却大度嫁百万富豪。 提到黄晓明,我们都知道,当年黄晓明评级主神雕侠与杨过一角正式进入娱乐圈被观众熟知,大红之后又接连拍照了几部经典作品,如《陆鼎记》、《大汉皇帝》等,被观众称为黄决主众所周知。 黄晓明出道至今协作过的美女如云,而且还和不少女星传绯闻,比方秦岚、李飞儿、英彩儿,都有过豪情绯闻,据说当年黄晓明和秦岚两人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境地,可是由于秦岚太垂青工作,让黄晓明感觉不到安全感,两人就分手了。 尽管谈过几段豪情,最后心也落在了比自己小十二岁模特出道的杨颖身上,可是黄晓明最难忘的女性却不是杨颖,而是苦追了四年都被拒的她。 婚后黄晓明还曾在节目上表示自己至今看到她仍会紧张,她就是赵薇。 都知道赵薇和黄晓明是大学同学,而黄晓明大学三年一向暗恋着赵薇,甚至在大学期间有过几回表达都被拒绝,在赵薇眼里黄晓明就是自己的哥们和同学。 结业后黄晓明和赵薇都忙着自己的工作,而赵薇结业后也找过几个男友,都是有名的公子哥,直到2008年赵薇认识了黄有龙,两人在一起很聊得来。 重要的是当年黄有龙就被外界称为百万富豪,不止在广州开有自己的连锁酒店,而且仍是一个巨家。 赵薇和黄有龙在一起不到一年,2009年就卦号成婚了,可是并没有举办婚礼,网友们也纷繁感到古怪,一个婚礼对黄有龙来说是小事, 而两人仅仅简单地挂号请朋友吃个饭,之后有传言黄有龙在赵薇之前又过一段婚礼,而且还有个孩子。 都知道,赵薇跟黄有龙两人事先有了宝宝,之后再去挂号成婚的,而赵薇在怀孕期时正在拍照锦衣卫由于怀孕的状况,赵薇缺席了该片的宣扬节目,关于婚礼赵薇也曾回应过,她以为婚礼仅仅一个方式,重要的是两人美好。 现在赵薇也是如常所愿,和黄有龙在一起被宠上天,不止有一个心爱的女儿,黄有龙更是走哪都带住赵薇,赵薇跟住黄有龙一起到会重要的商业场合,一起经商,在商业界赵薇还有一个女版巴菲特的称谓。 现在41岁的赵薇不管到会任何场合都穿戴非常重视,即便是晋级未人母,她啊,那多姿的,深姿绝不输。 任何女星,期望她能一向美好下去。 前段时间,黄晓明和赵薇一起参与节目中餐厅,这队组了十几年的CP现在总算在一起了,可算是圆了不少粉丝的梦,尽管黄晓明和赵薇在节目上叫师伴嘴,但那是关键时刻仍是挺关怀赵薇的。 但是节目中就是节目,不是真的,现在赵薇和黄晓明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,期望两人都能爱惜眼前,期待两人的再次协作。 你们以为呢?节目,你喜爱赵薇和黄晓明这两个演员吗? 节目,你以为赵薇和杨颖谁更美丽? 节目,你以为赵薇和黄晓明